上那个红的红楼梯 我走走走 拐了一下 但我要那个拐很漂亮 就把那个衣服这样举起来 然后后面就拍了很东方不败 所以我就很感谢我的先生 跟我三个宝贝女儿 他们真的是很支持我 做我有兴趣的事 这真的是万分的支持 这个是令到我 毫无后顾之忧 这也是随心所欲 做自己想做的事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感恩 非常珍惜的 因为当你做 你感兴趣的时候 竟然你刚才忘失 对 同时你是完全投入在 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 对 包括先生跟三个女儿 这个时候 那个世界里面 他们后面还会欣赏你的作品 可在那个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让你 拥有你自己的时间空间 对 我有很多自己的时间空间 这是你最感恩的地方 他们也不会怪我 不理他们 我也没有特别不理 我有时间就 大家一起吃晚饭 小哥天天跟他们吃晚饭了 这个时间就真的是蛮少的了 先生很伟大 是伟大的 我是非常尊敬他 非常尊敬他 能尊敬一个先生 这是很难得的 像昨天呢 昨天我救了我自己几趟 问我 昨天 我一下车呢 我穿那个高跟鞋 大概五六寸吧 红毯的时候 红毯啊 我一下车呢 就那个高跟鞋 就那个地上都是石头 我扭了一下 我赶快扭回来 我就觉得我最近 我练脚力是真的练得很好 这suppose会扭伤的 然后我那上那个红的 红楼梯 那个不是拖拖拉拉吗 拖地啊 高跟鞋这么高啊 有地毯啊什么 我走走走 拐了一下 但我要那个拐很漂亮 就把那个衣服这样举起来 然后后面就拍了很东方不败 但是在里面拐 在一边 没有 我是拐到了 一次拐 是很难看的 拐不是很难看 我这拐变成一个东方不败 昨天我又有 我自己都很佩服我自己 我说张淑萍 她把我从一个乡下吐抱子 变成窈窕淑女 我想窈窕淑女 把她窈窕一下了 我就把那个裙子一拉 砰砰砰 那个鞋子很高嘛 砰砰砰又拐了一下 可是她为什么在台上 我是在台上啊 台上对 我就说 哎呀一说到窈窕 马上就不窈窕了 就no 她跟我回来 然后朋友说 都不觉得你跌 以为你是 就是这样子故意的 那是在台上对 台上啊 台上啊 我拐了一下嘛 我终于知道人家讲那个 dirty的笑是什么 就是这种笑 好得意 搞不好这个后面最记得 这个金马奖上台的 这一个变成你非常记得 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 这 是啊 可是我觉得真的很惊险 很惊险啊 很惊险啊 我这咕咕咕 可能会摔得很难看啊 对不对 然后我回来 你那个还没个桌子抓呢 没桌子抓 它一条很 今年跟往年不一样 它测台了 细一条 细致 我还 要 要扶也没得扶 还好又扭回来 最近练那个 Pilates啊 那个腿劲啊 脚劲都练到了 哈哈哈哈 好